第13题 吴董今天身旁有听到许多 弃科保猴的票 感觉今天晚上的结果或许会有变化 请问科的票要在多少以下 猴才可能赢呢 猴还有胜算吗 我觉得科的票应该在 最早是200万比较理想 但是应该不可能 我现在比较担心 科的票应该要维持在300万 应该维持在300万 我担心明天开出来 所以300万 问题猴的胜算 不光是科一个人 就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对啊他这个 应该是这样子 科要承认他不会当选 这是关键一句话 因为科要承认他不会当选的话 那科粉的有两种科粉 一种钢铁科粉就继续干五指甲 跟着科匹走 继续被科匹拔小草 都可以 我这个我不care 以后当Uber 这都可以 对不对 另外一种科粉 我告诉你 就是老听清楚的 我的票要投给会当选的人 投给科并不会当选 所以想要去让他的票 投给当选的科粉 就会转出来投给侯友宜 那也会有人转出来投给赖清德 对啊 所以我就说也不能太多 这两个都有啊 如果转出来投给侯友宜的多于赖清德的话 侯友宜就当选 转出来投给赖清德多的话赖清德当选 但是赖清德跟侯友宜我认为两个都不可能到六百万票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讲最简单的嘛 你看看民进党自己承认他赖清德的高标是六百万嘛 我们现在用简单算法 算数平均法算 如果明天的投票率总数一千四百万票 扣掉六百就八百万票 他妈的八百银六百银两百万票 是民进党自己承认的 这个政党就轮替掉了 给你科幂一个人搞到赖清德会当选嘛 不可能的事情嘛 不是我讲的现在 不是我在讲 是民进党讲 他们只估计他们有六百万票 那就代表他们现在五百五啦 对吧好嘛 是他们自己知道嘛 我们估计也是五百五嘛 对不对 我们大家推判断也就是这样的判断嘛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搞到赖有希望呢 谁搞的嘛 柯文哲 柯文哲一个人缴获出来 他只要承认说 啊我们现在请你们政党票支持民众党 10席都没有 我给你10席立法委员 我给你20席立法委员我也愿意啊 没有问题啊 我不懂他蓄意为之的嘛 你不要缴获吧 他蓄意在帮赖清德是没有用的 他就是打从心里要帮他嘛 蓄意帮赖清德 那自己讲说 新潮流是国家的乱源 他已经讲过了吗 不是这样讲吗 所以柯文哲自己讲完了吗 他未来还要跟新潮流合作 那这个人他不是精神有异常吗 他现在就是拿定主意 心肝探励 他就是要帮赖清德就这样 14题请问一下 那蓝白盒原来只是柯老三丢出来的假议题 然后朱立伦就上当 柯文哲他的蓝白盒只有一种就是我把国民党骗到手 我当政的和当府的硬齐上去 他要的蓝白盒这样如果不是他都是要骗假议题 就是说 我最好状况就是我真的把国民党给唬了 国民党把蓝白盒给卖了然后我当老大 那如果拿不成的没关系我把国民党票骗到手就好了 所以现在还是一堆人被怕骗到手啊假寒粉啊 对所以蓝白盒有两个目标 一个就是蓝白盒成功他去选总统 一个第二个蓝白盒的过程当中 我假装在民进党的对面 骗票 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完全成功今天有350万票 各位都忘了 大家半年当中都认为说 他一定是在 蓝白盒啊 蓝白盒完了之后 他骗到了一堆的 一堆蓝粉 因为蓝军进来了 他跑去跟民进党合作 这明天的结果就变成这样 柯文哲他很早以前有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他就是来毁灭国民党 他终身直接要把国民党给毁灭掉 那时候他跟脸色文在选的时候他讲的 2014年 你不能把他过去的讲的话 因为他每天讲的话都不一样 但我的意思说 从这个蓝白盒的故事 你刚刚的解读很正确 什么正确 就是他有两个目标 一个就是 结论 他当总统 一个是过程 过程他骗到票 A到票 就A到了 我现在跟大家宣布 他是蓝白盒这个议题的 一个非常大的利益获得者 他 昨天我的梦里面他有350万票实例 可不可怕 可怕 然后不会当选 最混蛋的是最后这一项 就不会当选 然后害了别人落选 在害别人落选 所以我今天敢跟他单挑啊 他不敢承认啊 不回他不回答 就跟你拼嘛 跟你来话差嘛 他骗嘛 这个也 没办法 那明天这样子 如果今天大家不能集中选票投给侯友宜的话 我告诉你很简单 那这个国家就毁了嘛 这个国家就完了嘛 这个国家在未来8年内就没有未来就挂掉 一个国家亚洲 好几个日本韩国 菲律宾越来越来越来越强 跟台湾在拼的 我们在拼进步 你知道吧 结果我们8年内空转 这个国家不毁掉吗 到时候我已经快80岁了 我他妈给你 我他妈干你娘 关你 我跟你讲 熊猫送完 你知道做什么 我他妈的 我搬家到越南去好了 对你就可以送三年的熊猫 然后最后一年上战场 恭喜 我不会啦 你不会啊 我到越南去了 我去越南 那武总带上我 好 咱们 咱们